主料,娃娃菜400克,辅料,火腿长50克,海米25克,葱末2克,姜末2克,酸末3克,盐3克,水,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娃娃菜洗净,一分为4,海米温水泡发,火腿长切成小丁,0.3芯,0.3厘米大小,中间蒜芡末,炒锅, 至于火上,倒入油,中火加热,柳橙热时下葱姜蒜末炒香,放入海米和火腿长丁炒香,放入娃娃菜干炒均匀,倒入水,水量没过娃娃菜的2分之1为1,盖上锅盖,中火烧开全小火,慢烧至娃娃菜变软,烫至变浓,撒入盐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一,海米,一定要炒一下, 这样会突出菜的鲜味儿,而水的量要稍微多一点,这样烧出来的娃娃菜含汤含菜,十分可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观看